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房子是许多人努力打拼的目标 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书前 除了卧旋单还有要约书 那要约书要注意什么呢 让美女房仲来告诉你 要约书就是只要写你想要买的价格 是不用先付钱的 虽然它不用先付卧旋金 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试探屋主的价格的意味 它其实展现出来的诚意比较没有那么强 所以其实仲介帮你溢价的力道也会比较弱一点 而且如果用邀约书也不代表说 你没有先拿钱就不用非没收钱 因为假设双方的这个合约已经成立 双方同意这个价钱买卖的时候 只要有任何一方反悔 它的赔偿金是用这个成交总价的3% 也就是说假设一千万的房子 有人反悔不买或是不卖 他必须要赔偿对方三十万的这个罚金 这个反而会比斡旋金还来得多 所以这个损失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不论你是签斡旋单或是邀约书 记得一定要保存好你的副本 因为这个相当于你付钱的收据 无论ek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